好那么刚刚也提到说 因为疫情持续的延烧 华林县政府是要求民众出入公共场所 是必须要佩戴口罩 不配合者将依传染病防治法 开罚3000到15000元 那么玉里的环冰所长18号 一早就宣导要求业者及民众 要落实中央的各项政策 本土疫情持续延烧 华林县政府要求民众出入公共场所 必须要佩戴口罩 不配合者将依传染疾病防治法 开罚3000到15000元 玉里环冰所长宣导 要求业者以及民众 落实中央各项的防疫措施 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70条 第一项的规定 采除3000元以上 15000元以下是罚款 希望我们的乡亲 能够全力配合我们现在的防疫工作 所有集会活动需要落实 确保民众维持社交距离 或是全程佩戴口罩 使用隔板并落实实联制 量特体温 消毒 人流管制 总量管制 动线规划等措施 在出入公共场所 应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然后并全程佩戴口罩 听队队表示 目前还是有部分业者 有地方必须改进 包括为做实联制 为宣导科戴口罩 为实际执行酒薪消毒等等的措施 现场也立即要求改进 防堵群聚感染 请民众务必要配合 共同严守社区防线 细节高雄双预见采访报道